撒姆尔记 上 第十九章 扫罗吩咐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要杀大卫 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很喜爱大卫 约拿丹告诉大卫说 我父扫罗想要杀你 现在你要小心 明日早晨留在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起来 我会出去 到你所藏的田里 站在我父亲旁边 与父亲谈论到你 我看情形怎样会告诉你 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说大卫的好话 对他说 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 因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对你都很有益处 他拼了命杀那非力士人 并且耶和华为全以色列大师拯救 那时你看见也很欢喜 现在为何要犯罪 流无辜人的血 无缘无故杀大卫呢 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 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绝不杀他 约拿丹叫大卫来 把这一切事告诉他 约拿丹带他去见扫罗 他就像以前一样 势力在扫罗面前 此后又有战争 大卫出去与非力士人打仗 他大大击败他们 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来的邪灵 又降在扫罗身上 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 大卫正用手弹琴 扫罗想要用枪刺透大卫 把他钉在墙上 他却躲开扫罗 扫罗的枪刺入墙内 当夜大卫逃走 躲起来了 扫罗派一些使者 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守着他 等到天亮要杀他 大卫的妻子米甲对大卫说 你今夜若不逃命 明日就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坠下去 让他走 大卫就逃走 躲起来了 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 头枕在山羊毛的枕头上 用衣服盖起来 扫罗派一些使者去捉拿大卫 米甲说他病了 扫罗又派一些使者去看大卫说 把他连床一起抬到我这里 我好杀他 使者进去 看啊 神像在床上 头枕在山羊毛的枕头上 扫罗对米甲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骗我 放我仇敌逃走呢 米甲对扫罗说 他对我说你放我走吧 我何必要杀你呢 大卫逃跑躲避 来到拉玛的撒姆尔那里 把扫罗向他所行的事全告诉他 他和撒姆尔就去住在拿约 有人告诉扫罗说 看啊 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派一些使者去捉拿大卫 去的人见一对先知受感说话 撒姆尔站在当中领导他们 扫罗派去的使者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有人把这事告诉扫罗 他又派另一些使者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扫罗第三次派使者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然后扫罗亲自往拉玛去 到了西姑的大井 问人说 撒姆尔和大卫在哪里 有人说 看啊 在拉玛的拿约 他就往那里去 到了拉玛的拿约 神的灵也临到他 他一面走 一面受感说话 直到拉玛的拿约 他也脱了衣服 也在撒姆尔面前受感说话 一日一夜赤身躺卧 因此有人说 扫罗也在先知中吗